这是广州大神啊 找不到工作 没钱了 就睡在这里了 睡在这里了 没办法了 然后 现在工作确实难找 钱又难赚 回家回家又不是 在这里找不到工作 就睡在这里 睡在这个地上 真的穷苦人真的难搞哦 难搞哦 就一眼来哦 大家好 又来到广东了 摘完八桥要来广东了 没办法 压力太大了 两个小孩上学 需要用钱 家庭的负担也要用钱 哎 80后的年代 那个那个年代的人 真的压力好大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啊 尚有老 尚有小 今天已经来到了广东 五天了 还找不到工作 再这样下去 我真的没办法了 那些 小的厂嘛 发工师 要不准时 要多工资 哎 昨天我去了一个厂 做了一天 200块钱 做了12个小时 我 搞掉了伙食费 还要190块 我还做个贵啊 今天我去呢 要累 精凶一点还好一点吧 还那么累 做的我连晚饭都吃不下 一天才挣了200块 今天继续找工作 那个不就 你说80后的 在这尴尬的年龄 你想 进一些电子掌 打螺丝 手脚要慢 人家要说年龄不合适 进一些那些 又苦又累的活 做吧 也不甘心 挣不到钱 你说80后 这个年龄 堪不尴尬 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现在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 大学毕业生人数 是越来越多了 大学毕业证书的 含金量 已不如往日 但是 当下大学生们的就业形势 还是非常严峻的 竞争也是很激烈 那么在如此激烈的就业市场 环境下 大学生们也是面临着各种的就业问题 那么本期视频就给大家简单的分享介绍一下 未来最不受社会认可的这四类大学生 毕业即失业 可能很难找到工作 学历再高也没有用 那么当下正在大学当中的同学们 一定要避免这些坑 低垒 沉迷混日子 得过且过的大学生 我们都知道能够参加高考 进入到大学其实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那么现实当中就会有部分的大学生 想当人的理解为 上了大学之后 就会变得非常轻松了 于是这类大学生上大学就为了轻松 上课时会经常逃课 玩虚拟的网络游戏 到了考试还经常挂科 等等来愉悦自己 他们这类大学生对学习 已经是失去了这个兴趣 认为大学里面的这个成绩 并不是特别重要的 就想着过一天算一天吧 还是好好享受当下吧 但当等到了大学毕业的时候 这类大学生就会猛然的发现 除了那一张空壳班的这个文凭 其他的任何本事也没有学到 诱人单位根本就看不上 因为现在大多数公司看的 并不一定是学历 反而是你的能力 所以这类大学生就业会非常的难 第二类缺乏规划 无危机意识的大学生 大学时间其实数长也不长 说短也不短 大学这几年的时间 如果同学们没有做好一定的职业规划 一眨眼很快就过去了 那么很多的同学们虽然通过自己的努力 参加高考进入了大学 但是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职业方向 大部分的同学可能每天就过着 比较浑浑噩噩的生活 上上课啊考一些试 在大学期间 这类大学生对自己的未来模糊不清 并不清楚自己大学毕业之后想要从事哪一种职业 要知道现在的这个就业形势非常严峻 所以当下的大学生们一定要清楚的知道大学这几年时间 除了要学习知识 还必须要做好职业规划 只有这样毕业之后才能够更好的融入到社会当中去 第三类眼高手低好高欧远的大学生 那可能现在还会有部分的大学生会简单的认为 只要我顺利的大学毕业了 就会有很多的大公司抢着要我过去上班 那么如果你也有同样的这种类似的想法的话 那就是很错误的想法 这类大学生可能有比较强的理论知识 学历不低 但往往都会有眼高手低的这种特点 当下的社会很现实 就业市场竞争也很激烈 那类只知道做题目 实践能力这一块非常差的学生 正在快速的淘汰 那么奉劝这一类大学生不要对自己的期望值过高 毕业之后也别总想着一步登天 一定要踏踏实实 从最基础的岗位做起 加强自己的这个实际操作能力 第四类技能匮乏的大学生 那么这一类大学生的数量还不在手术 虽然这类大学生在理论知识方面不差 但是实际操作能力这一块却非常差 严重缺少社会实践经验 说的简单通俗一点就是只知道读书 那么或许这类大学生能够很轻松的背诵书本当中的各类知识 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正确应用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因为现在大学生数量太多了 用人单位也会挑人 那么这类大学生相关的技能还远远没有达到 用人单位的评判标准 所以当下这类大学生一定要注意 别光顾着读书 自己的实际操作能力这一块要重视 要得到提高 只有这样在找工作参加面试的时候 你才能够更加自信 被录取的几率也会更加大 ence буд relation 找工作参加面更多